你怎么突然这么努力 昨天的五千字检查 写了我手快断了 这是苏州给我的班干部必备攻略 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做好一个班干部 你太高估自己了吧 你连自己都管不好还想管别人 不就是管个纪律嘛 这个班里谁敢不听我的 对手 队队 一队二 两王 班里不能打不够 陈霍 三七一一九二 我是纪律委员 你们 你不会当上了纪律委员 就要给我们的华庭界线吧 怎么会呢 我是那种人吗 那跟我们一起玩会不会 一起玩一起玩 来来来 坐坐坐坐 我就知道陈霍不晒准备 关这样子的 快洗牌 快洗牌 快快 二 不要了吧 不要 不要了啊 二 三 二 我是被逼的 没办法 你还是早点辞了这个纪律委员吧 你看不起我 你觉得我当不好这个纪律委员是吗 没有啊 你的表情分明就是看不起我 那你都看出来了干嘛还问我 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看不起我我也就算了 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你看不起我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纪律委员的 这里面居然有钢丝球 你应该庆幸 这说明他们少晚了 你能不能别老和陈霍不晒 那只人一拉罐的游戏 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这是我们一起创造的 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 是我们近期的精神源泉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姚辰一代 都被发现检查了 你们两个真是全班最优质的男生 我跟陈默认识都快十年了 这十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一起创造了不知道多少游戏 你知不知道 其实这么多年 陈默对我来说 一直都特别重要 我问你 如果和陈默同事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那我要是和吴彦祖同事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当然先救你啊 当然先救你啊 然后和吴彦祖一起去 然后和吴彦祖一起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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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